本節目播放 這次裡面 差不多一半人沒有上過我的藝術史解碼 直接跳來上高級班 所以還是 有一些review 因為沒有這些基礎的話 我們沒辦法講下去 簡單是說 然後已經上過的人我就等於是review一下 來 這幅畫誰看過 上過課不算 上過課的不算不用回答 我主要是針對第一次看的 喔有人喔 你頭一次來看過 你是學醫術相關的嗎 誰人會讀這是誰的畫 有看過就是了 這樣像有人說可能比較難介紹 講一個比較輕鬆的好了 我以前我是個畫家 以前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你知道 我以前出國留學念藝術比較久 大部分是理工科的 理工科的話 我們一起留學嘛 然後學藝術的課裡面總是有一堂課叫什麼 人體素描 人體素描是畫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裸體的 脫光衣服給你畫嘛 對不對 我在國外留學的時候也有這個課 台灣來的留學生就跟我們問說 聽說你有上人體素描嗎 我說是啊 那怎麼了啊 你們禮拜幾上課 他說禮拜幾跟你什麼關係 但是我還是跟他講 禮拜三下午兩點上課 然後啊 禮拜三下午上課的時候 我就 我們這個教室很大 模特兒就在中間了 學生就圍著畫 我站的位置 正好面對門口 門口有打門嘛 通常老師比較小心 都會把窗戶上面貼那個海報啊 要不然貼報紙把它遮起來 免得路上的同學這樣走過去看的 不好嘛 結果上課沒多久我開始畫 畫一畫的時候 看那圓圓的那個海報 本來蓋得好洗好洗 那架子給我閃開了 咦 趕快放回去 我看到了 因為我眼睛那時候很好 我看很遠 過外國還有另外一個人 咦 再蓋下去 我想說 要偷看就正大光明看久一點嘛 那為什麼一開就關了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開一下就馬上就關掉 開一下馬上就關掉 不是 那天畫的是美式男生的足球員 兩百公分 兩百公斤 壯男 因為來看的人都 反正要看美女嘛 結果是一個男人 全身上雄壯飛舞 我為什麼覺得好笑 因為我可以想像 他們從他們宿舍走到我的教室 那路上 那一群台灣學生一定 好暴躁 等一下 你看到什麼東西 結果 走到 沒想到 天氣看就是這樣 他們一定很 嚇到 失望 嚇到 好 這過期跟台灣人一樣 台灣人過期每次投票的時候 都是 很高的期望 投下神聖的一票 對吧 結果結果都怎麼這樣 對吧 好幾次的失望 就是說很高的期望 跌到國底 好啦 那只是親切公共 這是一個我過去的 在國外學的一個經驗 發覺 當然是這樣 齁齁齁齁 好 我主要是讓大家醒過來 來看看這幅畫 這幅畫 剛才只有一個人看過 沒有人知道 我跟你們講是誰畫的好了 這個 這個畫是有題目的 這是高庚畫的 高庚你知道是誰嗎 高庚 高庚他的時間 差不多跟 泛骨 你知道泛骨嗎 泛骨就知道 高庚比較少人知道 泛骨的話就是把 耳朵隔下來的那個畫家 畫得有點 情感很豐富那種畫家 他有關過精神病院 沒有錯 但是也會放出來 我覺得他沒有神經病 我覺得看他的畫都還蠻正常 只是情緒比較激動一點 對 這幅畫是什麼 這是高庚 高庚你知道藝術家的生活都是 尤其有弱 探紐一尊就很好 通常藝術家都不會理財 過沒多久就畫光了 吃美食啊 這個就是 把這些錢就存好 搬到大溪地去住 大溪地是太平洋一個小島 住在那邊就過好日子 因為歐洲的錢拿去 那邊用比較好用 比較大溝 他每天就是三餐都沒有問題 幾多人弄好給他穿便便回家 旁邊又有美女服侍他 照理說這已經過的是 人間仙境般的生活 應該很快樂啊 畫家畫畫應該畫一個很快樂的畫 結果我們畫這種東西 有點灰暗灰暗 結果這個畫的名字叫什麼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高庚在1897年的時候畫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水 我們要往哪裡去 我們從何處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它是一連串的問畫 這幅畫是問話 是問句 然後這個問句很有趣 是資源回收人 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第一次聽到資源回收人的請舉手 資源回收人這個 terminology 詞 應該都不知道 上面叫資源回收人 應該都不知道 資源回收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是垃圾回收 要資源回收 水資源回收 垃圾回收 回收就是本來要被丟掉的 不要的要拿回來用 加一個人就很奇怪 他不是負責資源回收 是他那個人本身就是資源回收 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我就慢慢介紹這個 是怎麼回事 等一下 那個台政 我可以幫我找出 那一連串那個 部落那個照片嗎 我好像那些照片不見了 是不是在這裡面 我不知道 沒有嗎 資源回收 就是以前人類的 人類連世界上 生存了六萬年 你知道嗎 現在活在世界上所有人類 最早以前是六萬年前開始 有人說 不然徐老師 我聽過什麼 餐點洞人啊 什麼 尼安德塔人啊 幾十萬年前 那我跟你講 那些人的DNA 今天都不存在了 現在世界上 所有活的人的DNA 只有來自一個源頭 只有來自於非洲 所有的 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開始 在早之前 你所謂的 挖到的化石那些 現在都不存在 表示他們已經滅掉了 消失了 現今現存在世界上 包括黑人 白人 不管哪一個國家的人 都來自同一個源頭 而且是六萬年前開始 從非洲那邊散居過來 他說 居老師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很簡單 最近不是有DNA嗎 現在就用DNA 科學研究 所以我們才找出這原因 科學研究的原因是 人類在傳宗接代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DNA 染色體會複製 所以你的小孩子 會長得像爸爸或像媽媽 或者兩個都像 對不對 不可能不像 因為你的DNA 從他身上出來 但是DNA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誤差 就突變了 所以突變的話 所有 從裡面突變出去 有這個記號之後 所有它的後代 都有這個記號 不會有例外 因為它要再一次突變 又是別的地方突變 所以用這個 可以倒追回去 你的主題是誰 所以國家地理雜誌 就做了一個研究 什麼研究 就把所有的人 抽樣 全世界這些人 裡面在抽了 70多萬個樣板空間 70多萬 現在已經到70多萬 70多萬很大 你知道嗎 通常你做台灣的市場 什麼做研究 頂多抽500個不得了 就可以涵蓋所有demography 就是台灣所有的資料 就可以做這個預測跟研究 待會兒再講這個 所以 來 先看 早期 這六萬年來 人是怎麼活的 大部分就是這樣子 這個名字叫做部落 部落 Tribe 部落是什麼東西 就是很多家庭 因為不同的水資源 還是狩獵範圍 還是種植範圍 都住在一起 變成部落 以前地球上的人 都是以部落形式存在 對不對 之間就互相 部落跟部落 之間 修渡到人 修台 要不然就是 結成更大的部落 更有競爭力 要不然就是 互相廝殺 那一殺的話 一定把對方怎麼樣 殺得更乾淨淨 滅掉 完全滅掉 不能留活口 為什麼不能留活口 一旦留活口以後 他就跑出去 對不對 又回來帶一批人回來 就跟你再繼續 再鬥爭 不行 乾脆把它搞乾淨 對不對 可是久了一樣這樣不對 為什麼 顧起來這樣不對 為什麼 因為土地變大 人變少 怎麼辦 還是要有人去種 所以就留什麼 老弱婦孺 更厲害 更用的 都給他殺掉 只殺男生 壯的 聰明的 會跟你反抗的 全部殺 剩下就是老弱婦孺 就留下來 留下來當什麼 當什麼 當什麼 每天就叫你種道 種東西 煮飯給你吃 就是當做什麼 奴隸 奴隸做的事情是什麼 每天什麼 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奴隸要做事情 每天就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有沒有很熟悉 好像我們過去的日子 都這樣過 像奴隸一樣的過日子 對不對 然後 你看 他把對方 他扶手稱神以後 他做什麼事情 部落戰爭 在征服對方之後 統治手段是什麼 還一定會用幾個 宗教語言姓氏 宗教 他會強迫你 拜他的宗教 因為以前修塔一尊 大家都會把他自己的神 拿出來 跟對方打 尼羅河神 鱷魚 留下一個 鱷魚 眼鏡蛇 在打之前把自己的神 抬出來 打敗之後 鱷魚贏了 就叫你 你的眼鏡蛇的神 不要拗 不准再拜了 你如果要留下來的話 不准再拜你的神 你如果繼續再拜你的神 你有一天一定會反叛 我的神跟你不一樣 以色列百姓以前 抵抗埃及人 就是這樣 他們有不同的神 摩西把他帶出來 我們的臨時國歌 就是唱這個 出埃及記 他就用宗教 宗教 再來語言 不准在你講以前的話 母語不能再說了 我一定叫你說我的話 你如果繼續說你的話 你沒有另外一個 我聽不懂 你不要做什麼 反叛 還有一個 信誓 我沒有可能 跟你不一樣 我一定把你的信誓毀掉 信誓系統 一定是這樣的 過去台灣這個土地 裡面的信誓系統 是在這邊 很久的信誓系統 不是現在中文的那個 信誓系統 不是喔 是另外一個系統 是因為被大清統治200多年 才有新的信誓系統 所以來的時候 一定做這三件事情 宗教、語言、信誓 給我們改 這就是台灣人 過去所經歷到的事情 再來 簡單的圖 告訴你台灣的歷史 4萬年前 M174的後代 部落形式存在這邊 待會再跟你講 什麼叫M174 再來 大都王國 到15、16世紀 那是很最近 幾百年 最近幾百年的事情 我現在說 4萬年前跟幾百年 差一百倍喔 台灣的歷史是4萬年 不要弄錯喔 不是400年歷史喔 很多政治人 說台灣 4萬年歷史 胡說八道 4萬年 後來 西班牙、荷蘭、殖民地 為什麼開始 西班牙、荷蘭、大清地 為什麼進來 因為人開始有航海技術 在那之前 人沒有航海技術 做一條鑽 橫跨一個海洋 去另外一個地方 後來人的航海技術 進步後 就開始去攻擊 去掠奪別人 我要給你一個字 叫做Predator 掠奪者 掠奪者是什麼 像殖民者 對殖民地 對不對 那什麼叫掠奪者 就等於說 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他結婚 就跟他發生關係 不要結婚 就叫掠奪者 以前殖民者 對殖民地 就這樣子 我對你與取以求 把你的資源消耗殆盡 不要的時候 就把人家鬧一邊 也不想替你負責任 所以過去 我們台灣人去台中 美國軍艦擱淺在屏東外海 他們上去把生還的水手全部殺光 所以美國就跑去大慶帝國抗議 欸 這不是你管的地方嗎 想說你的人跟我們都抬著 賠錢 大慶就說 欸這不是我管 這話外之名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你要怎麼隨著你 你要把台下去你家的事情 欸 這不對 對啦 所以第一次 台灣人真是外國簽 條約 戰和協定 是 我們的抗議做的人 跟美國去簽這個協定 很有意思喔 他表示我是殖民者 你是不想替你負責任 但是 所有的殖民者到最後 外相共的造成 就是大日本帝國 打敗大清帝國 對吧 所以割讓 割讓就是說 大清帝國皇帝 割讓台灣澎湖 跟什麼 遼東半島後來還回去嘛 這兩個地方 給大日本帝國皇帝嘛 有收錯人嘛 皇帝拿到這塊獨地以後 對台灣建構台灣的主權 建構主權有幾個基本步驟 先不講那麼多 最後 1945年4月1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台灣的性質就改變了 就好像 那中間做什麼 黃明化嘛 建設台灣嘛 50年 就好像男生追求女生 我送你花 買禮物 把你裝 裝扮得很漂亮 最後 娶一門嘛 取進門 簽 結婚協議書嘛 就是這個 這就是這個 永久性的性系統改變 過去你單身嘛 現在已經已婚的婦人 過去被人家糟蹋 現在結婚 娶一門 天皇會照顧你 換取你對他的效忠 中間就有這個bondage存在 這個見解 建構起來 這個是永久性的系統 以後不會再改 你已婚就是已婚嘛 對不對 除非你在割讓又把割立 可是在現行的國際法裡面 你不可以割 神聖分割的領土是不可以割掉的 已經是他老婆 就永遠是他老婆 沒有什麼割掉 這是他身體的一部分 講婚姻可能還不夠徹底 應該假如說 變成他身體的一部分 就不能割了 所以 有人說 不對啊 徐老師你講那麼多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中文 很抱歉 發生一件事情 二次世界大大戰的時候 我們戰敗了 輸給美國 美國這個就搖搖搖的 幫你過去糟蹋你的男 那個跟你糟蹋你的男生 又把他帶回來 再糟蹋一次 很壞喔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戰爭殘酷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用法律 這叫暫時性的系統改變 Temporary shift 我們把這個系統推出去 透過什麼 法理 你佔領不可以改變我的主權 你佔領不能叫我買你的武器 你佔領不能改我的國籍 你佔領我不可以叫我去當兵 這些你都不應該做 改變我的語言 改變我的宗教姓氏 不是啊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真正原有的 該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系統要離開了 但是觀點不變 就會產生所有的餘虐 以後我們再慢慢講 就產生所有的資源回收人 我們進入戰爭後 他一定把我們比較厲害 抓到台 228就殺台灣人精英 剩下都是資源回收人 什麼叫資源回收 本來要被殺掉被丟掉的人 再拿回來再使用 所以人都必須跟人 九二九十我們都是沒頭的人 不知道要效忠什麼 你看 你可以身體很健全 台灣人經濟一直突然猛進 但是沒有效忠對象 就是沒有頭的超人 沒看過 戰爭以後產生大量資源回收人 簡稱這群無頭人為R-Man Recycle Man 你不要講說沒有頭的人就沒有記憶力 沒有頭的人有記憶力 什麼記憶力 洪眾說一個月就一個月 收水有一個月 阿帕基一個月就一個月 為什麼 媒體有報導就有存在 媒體不報導就忘記了 新的新聞來就蓋過舊的新聞 暫存記憶 這是R-Man 我們旁邊就有一個阿 香港就是一大堆資源回收人 美國也是大堆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有一個特點 哪裡有後康刀也要照 台北也買房子 高 那個香港也買 上海也買房子 美國也自產 因為它沒有效忠對 它跟土地沒有結合 它到哪裡都可以活 哪裡有條件改變 它就換位置 拿綠卡去美國當美國人 很好 美國稅增加 或者要開始丟兵 有一個照照燈 香港如果改變 調子完就跑到加拿大 跑到英國去移民 就這樣子 永遠的流浪者 永遠都沒有投 沒有投的人做事情 也是無頭無腦 所以戰衆行動 戰衆行動是怎麼樣 香港回收給中國 香港本來是中國的 所以叫你唱 中華民國人民解放軍的歌 是對的啊 中國人不賤 因為被英國人管得 全機太好 看到中國人去追蹤 覺得不願意認同 覺得賢小 可是你是中國人啊 這樣做是合理的 也不能因為你父母親 讓人家看不下 你就不認你的父母親 他說你父母親啊 你抗議沒有用啊 所以那時候記者就問他說 為什麼要上街抗議 我們不喜歡這個特首 你為什麼不喜歡特首 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耶 那他哪裡有頭 他效忠中國北京嘛 他是有頭的人 他村裡沒有頭的人 這樣會嗎 所以我就給人分類嘛 上高級班的人一定要上這個課 為什麼 因為你是來就是要當官嘛 當官的話 你突然間 在座各位有誰是企業主 當老闆的 有不 很少嘛 你有沒有員工超過一萬人 沒有 一定沒有 60萬呢 那還沒可能 對不對 但是以後你要管的下面 就是超過60萬人 很簡單嘛 民進府的官員4千個 台灣2千萬人 那你要管幾個 是不是超過五六十萬 啊 雄雄叫你議員工的來 你過去你連家裡都管不好耶 所以我們要短時間要訓練你啊 訓練你什麼 要給你工具 什麼工具 第一個分類 把所有的人類分類 你會有人分類 分色三類 按照什麼分類 按照行為主宰者 人有這幾種啦 跑不掉的啦 什麼是什麼 純熟的 百分之四十 在社會裡面 百分之四十的人 都這種人 什麼人 像動物一樣的人 什麼叫像動物一樣的人 動物是什麼 吃 吃 有時候吃就好 吃的乖乖 用食物可以控制動物 對不對 你每次訓練狗 訓練貓 都是用食物來控制 訓練獅子老虎 訓練大象 馬戲團 都是用食物來控制 訓練海豚都可以啊 食物嘛 所以訓練這批人 也是用食物來控制啊 這種人有東西吃 他就很滿足 沒有東西吃就很兇 對不對 他的行為主宰 就按照動物的本性 什麼本性 還有生存的本性 保足的本性 本能 感官 過去高雄 不是有年輕人 晚上不好好睡覺 坐奧巴出去砍人 對不對 警察抓回來說 你在搞什麼東西 他說 不知道 爽 欸 他給這答案很奇怪喔 哪有說砍人可以當作爽來講 他沒有是非觀念嗎 是沒有 為什麼他像動物一樣 當他裡面那個impulse 就是動物的本性造出來 掠食的本性跑出來的時候 他就想去做這件事情 他才不管你的死活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他的衝動來了嘛 他看到女生現在小狄狗馬上要上 他不管對象的耶 就像動物一樣的人 我現在在講人喔 我不會在講動物 可是他的行為 他的主宰他行為的原因 像動物一樣耶 可是你也不要小看這群人 他不一定是社會下沉 他可能是高 可能住地堡喔 開的磨吉尼跑車喔 布卡蒂跑車喔 法爾里跑車喔 有四人飛機喔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吃嘛 對不對 知道是誰嗎 對啊 牠是不是像動物一樣 牠不管人家死活喔 牠也不承認牠做錯喔 因為牠賺很多錢 放掉到要死喔 但是害死人啊 牠沒差耶 這種 牠的行為主導者 就跟動物一樣嘛 對不對 過去一個人 你有聽到台灣人說幾句話嗎 牠賺很多錢 沒有做飯吃 有沒有 有聽到嗎 有嘛 牠賺很多錢 沒有做飯吃 去外賺很多錢 沒有做飯吃 這是一個動物的人講話 公眾外人的動物 因為牠評估一個事情的價值 價值 有價值不價值 是根據牠可不可以拿來吃的 那是不是動物 是啊 動物才會問候人的時候說 你吃飽嗎 吃飽的 那是不是動物一樣 動物吃飽就幸福了 所以當然很可憐啊 淪落到像動物一樣的水準 問候語都變成像這種話 好的國家運問候語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 有幸福嗎 應該這樣子嘛 那時候你吃飽嗎 這什麼人 這不是像動物一樣 動物之間會這樣問候 你吃飽嗎 當然很可憐 對不對 來 越下面越physical 越上面越subject 然後這動物又分類 分三類 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越下面 我以前飼養狗 狼狗跟家犬混在一起 第一代 野性還要很強 所以我飼餅 就算我養了十幾年 我飼餅放下去 我都不得手 不得咬下去 我咬下去就咬下去 它不會認你是主人 它動物的本性造出來 但是如果比較高 我現在養了比較高級的寵物 一隻在幾萬塊買回來 那種 好像以為自己是人 晚上睡覺它還跟我搶位子 我給牠十五次的時候 不給牠鼓掌 它又收起 態度不好 你跟牠說 這個動作不對 我家那個貓很刁的 好像人一樣 自己以為是人 越來越來越subjective 主觀意識越來越強 下面的話 就是完全生理在控制你 在上面越來越主觀 主觀之後 objective 越來越學會客觀了 不再自私了 不再自私就是所謂這一群 叫做沒有頭的人 沒有頭的人 可以是諾貝爾獎得主 可能很聰明 我剛才說superman 他可以把社會管理得很好 很有秩序 可是大部分都是 像香港一樣 他可以先進國家 像美國也是一樣 大部分都自由維修人 他不效忠任何人 只要條件給他好的話 他都來 他全世界自由維修人 都跑到美國去 他們主要他們最care的事情 就是什麼愛國 榮譽愛情 親情道德 這種人對是非善惡的標準 就是怎樣 all depends 所有東西的 是非對錯 都是相對的 沒有絕對的觀念 一端看當時的情況而定 這就是這群人 沒有頭的人 像我們的科皮亞 不是嗎 他是工作效率很強的人 沒有話講 他做什麼事情都做得很好 可是問到終極問題 最近不是他是葉克摩的專家嗎 他救了很多人 很多人 甚至於腦死都可以活下去 因為他心臟繼續碰撲 功能繼續恢復 所以他後來 他在演講的時候 就問了一個大哉問 到底怎麼叫活人 人到底什麼東西都活掉 心臟繼續碰撲 功能都好 這叫活人嗎 可是腦死了 所以他就有一個大哉問問 這大哉問為什麼大哉 很重要 人是什麼 不是只有身體功能在那邊正常 不正常的人都不是人嗎 反過來問這句話 所以什麼才是人 是有頭的人才是人 沒有頭的算不算人 可是他沒有答案 最後他還是回去當他的事 做他的事情 他是一個很有效率的人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效忠的話 就講到有絕對的東西 他的是非對錯是絕對的 你們來這裡最高 基本上你們已經是一個心裡面 在沒來之前 就對事情的是非對錯 有絕對標準的人 你相信什麼是對什麼不對 不可以做不對 就要做對的事情 這你們心裡很清楚 你才會聽得下這邊的課 因為我們就要講這件事情 是非對錯 這上面的人可能很窮喔 比如說 visionary 傳教士從西方國家 跑到台灣熱身療養院 把泰國的麻風病人 每天換藥 整天喔 每天把那個 台灣人自己都不願意碰著 泰國的人 他願意幫他換藥 長得又帥又高 甚至於把他太太小孩都帶過來 每天吃的很簡單的三餐 你台灣人吃什麼 你也吃什麼 他這樣樂此不宜過了一生 退休以後再回他們國家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有效忠對象 他的頭叫他來他就來 如果他的頭是上帝 上帝叫他來他就得來 叫他去非洲他就去非洲 那叫他不准來他也不敢來 知道嗎 他以取悅他的頭 作為他人生活的目標 你知道嗎 對嘛 你就取悅你的頭 你如果身體是你的 沒有頭的人就取悅自己的身體 讓我身體得到最大的享受 這就是資源回座人最大的快樂 有車子可以開對不對 動物的話就以滿足他自己的七情六欲 為他最大的快樂 有頭的人即使生活條件不好 他還是坐得下去 他還是樂此不疲 德瑞莎兄弟跑到印度 對不對 什麼東西他都可以做 因為他的快樂的建築標準 不是按照物質 是按照他的什麼執行命令 所以這個有頭的人 你看 而且他是timeless 他做的事情是沒有時間性質的 沒有時效性 來 大家知道 我大概簡單的說一下 所以現在 你如果不把人分清楚 你以後當官有困難 因為你跟動物講人話 真的是他們聽不懂 不僅聽不懂 還回過來咬你 所以以前說 不要把珍珠丟給狗 或者丟給豬 會回家 珍珠很貴嘛 對不對 一顆可以好幾萬 拿那個來咬豬 過了十個來咬下去 那個過了十個來咬下去 那個過了十個來珍珠 如果收起來 可以買好多食物 讓豬吃一輩子都沒關係 豬不知道 拿什麼咬 回家咬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法理也是 選擇對象講 不能亂講 你跟動物講這幹什麼 你跟動物講法理 你會笑的 你等一下要去咬 所以選擇對象 再來 所有你現在的媒體 所操作的目的 都是在訴求 你的動物的本能 你不要講說 我們這種人沒有動物的本能 當你把人逼到那個時候 他有一像動物一樣 也沒有完全 有人寧可死 所以那些傳教士 你把他餓死 他不願意放棄 就不願意放棄 回教徒那個也是 你就看你選擇的頭對不對 你選擇錯 你就要回教那種 回教國家組織有沒有 他死可以馬上去死的 他生活條件很糟糕 很糟糕 快樂 要不然他不會去做那件事情 這是Maron 5 Maron 5 這是排行前面的歌 他有一條歌叫Animal Animal的歌詞 年輕人都喜歡 我們就來看他歌詞內容 在講什麼 Baby, I'm pr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t you alive Just like animal, animal 這很奇怪 我這實在是唱不下去 可是年輕人喜歡 他就說我像動物一樣 只有像動物的人 很認同這個 因為他唱出他的心聲 你知道所有的消費文化裡面 廣告都要做這件事情嗎 他希望你像動物一樣去消費 不要你想太多 所以英文都講 Just do it 對不對 有一種品牌的球鞋 叫你Just do it Just do it 就是不要think Just do it 他希望你消費過程中 不要思考太多 你思考太多 就不買了啊 那貴怎麼買下去 幾千塊三千塊 開玩笑 對不對 他希望你馬上impulse 動物的本性出來買 回去再後悔沒關係 這就是消費 以後都是這樣子 來,這就是以後 裡面要做的是這裡的人 下面管的絕大諸數 majority of this society 都是這種人 都是資源回收的人 要不然像動物一樣的人 這些人不會改喔 你也改不了他喔 你還不如就順著他的性來管理 為什麼 為了要尋求 我們這個族群 最大的生存空間 這句話有意思喔 台灣人 如果不知道台灣人 快要被滅掉的話 你就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是從台灣人 裡面站出來第一批的人 知道法理的人 要守護台灣這個土地 你看大的人 走過這歷史的關鍵時候 不會再騙 想跟中國人 走到那裡 挖那邊去喔 現在在關鍵時候 我 因為這是只是高級班 以後你們到那邊 我才會上越來越複雜的東西 來 你們在座各位 請問你們一件事情 認為自由、幸福、快樂 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舉手 自由、幸福、快樂 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不要客氣 認為這是你 醫生 來請舉手 就這麼一些人喔 大部分人都不同意 請放下 不同意請舉手 又沒有舉手 不同意喔 很好 不同意才對啦 我不是給那個同意的人落魁 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講原因 我做老師就是這樣說清楚 學生說 我一段不對 我講原因 如果有一個醫生 這樣子 舉個例子 如果有醫生他說 我以賺錢為目的 這種醫生你趕快去看 不敢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有醫生說 我以提供最好的服務給我的病人 那你也有個話 對吧 因為這樣所以他病人很多 可不可以 因為他病人很多 所以賺很多錢 對不對 我講到重點喔 就是 你要得到這個東西 你所有的過程是對的 不是不擇手段 對吧 有沒有 好舉個例子 有女生看到一個男生 我嫁給他 是因為他好像可以 帶給我自由 幸福快樂 所以我嫁給他 過沒多久 再炒包一個 都不好的工作 再換一個 這個也不行 再換一個 這樣對不對 不對嘛 這樣比如說我說 我愛這個人 願意跟他結婚 兩個人便手自足 共同建立一個家庭 一起克服萬難 對不對 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該做媽媽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面 爸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坐在餐桌面前 吃飯 享受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它是一種感覺 你在追求感覺 當你追求感覺 就有問題 我舉個例子 給你一萬塊錢的零用錢 夠不夠 這是一種感覺 這叫自由 花錢的自由 你有沒有花錢自由 一萬夠不夠 不夠 十萬夠不夠 還不夠 一百萬夠不夠 一千萬夠不夠 還不夠 一億夠不夠 它頂性一個月賺一億 人家還不夠 你在追求感覺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它沒有底線的 什麼叫做滿足 還有啊 幸福快樂 這都是形容詞 你如果追求感覺的話 現在課藥最快樂 不要那麼辛苦 馬上讓你有這個感覺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把感覺當作 它是副產品 它是當你做對的事情 伴隨而來的副產品 沒有人把副產品 當作人生目標追求 通常把副產品 當作人生目標追求的人 都得不到這個東西 抱歉 必須要跟你講實話 你必須要面對事實 你來明明就跟你講實話 跟你講實話 跟你講過去那是假的 是虛空的 是一種感覺 叫你追求一個虛的東西 現在來說實在的 來明正我只講 歷史上的事實 邏輯思考 歷史上的文件 你自己可以做正確的判斷 沒有畫一個大餅 叫你去追求 這是台灣人為人 做起來奮鬥努力 沒有 跟你講已經發生了事實 來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 台灣人如果有太多人 是這樣的 誰的館都好 換你們館也是這樣 所以寧可給租館也好 只要有飯吃就好 這館就是人吃 這館是高興的廳頭 他追求的是這個 他不管獲取的 所以什麼事都敢做出來 這個人住到 我說資源回收 沒有投的人到哪裡都可以住 只要中國給你多一點薪水 一館都跑掉了 那館都沒投的人 因為他跟這個土地沒有結合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唉 今天是藝術史解碼 我不講這個了 那個誰 台生我要換回藝術史解碼那個課 我可以按嗎 不過人類歷史在經歷數不盡的部落戰爭中 大部分都變成資源回收人 majority 你們事實上是少數中的少數 我告訴你 我們剛才說 我們是什麼人 M174的後代 對不對 人類這樣子走 台灣人是從這裡走 南葉門 非洲南部 印尼爪旺 我們現在在說DNA 這科學證據 大哥 Spencer講過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學藝裡面 沒有辦法用教科書 或者老師給你教 或者科技給你教的結果 我們現在在講科學證據 走到這裡 再來去日本 再來去朝鮮半島北部 所謂的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 這時候有幾個人在裡面 對不對 有中亞 有歐洲 有蒙古下來 從西藏上去的 越南這邊上去都有 所以在這個土地上的時候 它已經到2萬年前 2萬多年前 3萬年前 在這個土地上 有十幾種 住在那邊 住了2、3萬年 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雜種 雜種 這邊2、3萬年 混在一起 住在這個土地上的人 叫雜種 沒有中國人這個東西 是一個定義出來的名詞 沒有中國人 中國人 中生定 中國人叫什麼 漢滿門會張鳥搖 是不是 只有中國人 你說中國人 哪個是中國人 你說漢人才是 那漢人 漢人也沒有DNA 有的話 你把他定義出來 這叫漢人DNA 那我們就學 就跟他對 不然 有這種DNA 我就是漢人 結果沒有 結果 他的火 是從我們這裡去的 我們是他的祖先 我們找他幾萬年 就住在這個島上 你知道嗎 那一群韓國人說 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要死 沒辦法 這是事實 DNA告訴你 中國人有一部分 是從韓國去的 韓國人主堅是誰 從日本去的 日本主堅是誰 從台灣去的 台灣主堅是誰 印尼爪光那邊來的 你知道嗎 這是有順序的 這是歷史上 所以台灣人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台灣人就被祖了 台灣人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被祖先 他們要正宗最遠 追到台灣 他就要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自己拜 你被什麼祖先 被你四萬以以來的祖先 四萬年以前的祖先 你不要去 統治台灣兩百多年的祖先 因為他統治你嘛 用語言信誓宗教給你改 改到台灣人想說自己是中國人 我跟你講 科學證據是一級的證據 你沒辦法推翻了 就都血啊 你如果說我是中國人 很簡單 你先定義中國人的血統是什麼樣子 定義出來嘛 定義排序拿出來嘛 再把我台灣人血Q出來嘛 我是不是你的人很簡單嘛 結果證明是你是我的人 不是我是你的人 弄錯了 你就要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把他拜 聖宗最遠追到台灣 不是我們追到中國去 這樣知道嗎 有人說 我的祖先有一部分從那邊來 是沒有錯 但是來這邊都台北掉了 台北就是西式掉了 為什麼 頭一台來跟男子 對嗎 跟男子一起結婚 一半一半 下一代 難不成他又回到中國 沒有那個材料 他一定在本地 再找一個平补廚 再結婚嘛 再來生了小孩子 四分之一 quarter 第三代之後 然後就沒了 稀釋掉了嘛 稀釋掉了 我們是majority 我們是主要的量耶 他們來的人沒有那麼多耶 是他們被吸掉 所以他們都逼到我們的後台嘛 不是我們從那裡來 都錯了 是有一部分 可能被我們 我們過去之後 再有一部分再回來 但是我們基本上 還是他的祖先 這個me7是一個存在在島上 沒有跟外面混的機制 這時間嘛 這是六萬年前 白色的箭頭 五萬年是這個顏色 四萬年就是這個顏色 三萬年前再進去 它已經都是兩萬一萬年前的事情 這圖也不是我畫的 國家地理雜誌 七十萬個 人家是科學證據 你看看 來 這個都看過了 這張圖誰看過 這在畫什麼 這圖是什麼東西 裡面有什麼東西 翁來 你看 第一次就看翁來 抱歉 這裡面最大面積的不是翁來 天空嘛 可是你都會注意翁來 對不對 這個也蠻大的 也比鳳梨大 你不會注意伊 你可以注意翁來 對吧 還是學很多 沒錯 我直接畫翁來 我是畫畫老師 我有一堂課叫跳躍性思考 跳躍性思考就是 我給你一個物件 你按照這個物件 畫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新的物件 OK 然後第三個根據第二個 第四個根據第三個 這樣一直畫下去 我一個小孩子 很天才 他真的是天才 他畫了這個東西 來給你們時間看 根據剛才跳躍性思考裡面 根據這個鳳梨 畫了幾個相關於鳳梨的物件出來 幾個 凱欽門 認為只有一個取手 認為只有一個像鳳梨請舉手 請放下 認為兩個請舉手 認為三個請舉手 四個有沒有 四個以上的有沒有 有啊 有認為四個以上的 不多 但是有 來我跟你講 你們就同意 這裡面最像鳳梨 是這個吧 是不是 沒有其他意見吧 就這個吧 它最像鳳梨嘛 它是學靈前嘛 學靈前 還沒有上 幼稚園小班中班的這個程度 第二個是畫哪一個 他跳了 他跳到哪裡去 沒有那麼快喔 中間還有一個這個 太陽對不對 鳳梨怎麼變太陽 告訴我怎麼看 怎麼看 怎麼看 你要告訴我講 從上往下 不對 從下往上看 為什麼 它中間被圍住了嘛 對不對 所以從下面往上看 要從旁邊跑出來 如果從上面往下看 就變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沒有錯 有人提供答案 就是觀點改變了嘛 鳳梨不是只是這樣看 側面看嘛 它可以從上面往下看 對不對 一看了 往上看就變成太陽 是不是 太陽之後才會跳成什麼 蝕筋嘛 你們怎麼知道是蝕筋 你們怎麼知道是時鐘 根據什麼 數字 數字 好很好 那我們數字寫什麼 1 2 3 誰到哪裡 2 5 6 7 一天27小時 怎麼不行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一天一定要24小時 30小時 10小時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啊 為什麼一天是要24小時 為什麼一小時要60分鐘 為什麼一分鐘要60秒 要想啊 為什麼 沒有人給答案嘛 你主持人跟答案都說 就是60秒 就是60分鐘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100分鐘比較好算啊 你有沒有想過 沒有人想過 這跟黃道面有關 跟地球運轉的有關 所以才是60 我不要講太複雜啦 但是時鐘 時間你就要去想啊 不要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 時間為什麼一定要往前走 不能倒退走 蛤 為什麼不能回到過去 時間為什麼要按照節奏走 不能忽快忽慢 為什麼 為什麼按照每秒都很精準 你們都答不出來啊 我不會期望你們答 這是很高深的物理學問啊 時間一直是物理問題裡面 最主要的問題啊 愛因斯坦啊 或者什麼那個霍金斯 都來解決時間 What is time 這個東西啊 這不是小事情 我今天不是要講這個 然後你看 你看這小朋友 他畫這個鳳梨一頁一頁的 在畫什麼你知道 錫金啊 那些灶啊 不是只有三根對不對 他畫好幾根對不對 別光是錫金那些灶 還有生油錢 這厲害嗎 好 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的下一個是哪一個 蘋果 蘋果 都要蘋果 這不是啦 後來我有點問 我跟你講他是這一個 不是這個變這個喔 他是畫了一個叉子 改變他的性質 厲害嗎 他變披薩了 加一把叉子變披薩 厲不厲害 是真耶 加這個叉子變披薩了 好不好玩 這小朋友好不好玩 老師現在知道 他變披薩了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多了一個叉子 讓你吃的 天才喔 有天才嗎 還有天才在後面 這個畫以後下一個是什麼 畫畫這個 天才喔 怎麼看 怎麼看 我告訴你 如果他是一個輪胎的話 輪胎在滾的過程當中 他就變成這樣 一片黑夜就走在這裡 數字就在這裡 滾動的過程當中 一個track 後來老師說 薛老師你想太多了啦 你把大人的想法 套在小孩身上 這樣不公平 我說沒有啊 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 畫一個 一台車對吧 車的腳是什麼 什麼輪子 車子跟輪子是連在一起的 車子下面是什麼 軌跡嘛 track 走的軌跡 所以他用這個來解讀 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也畫的就是tape tape就是當時有錄音帶 你現在少年看不到的 用DVD 以前是tape用咬的那種 咬的那種 咬的那種 你在那時候那一條track 就跑出來 所以他畫這種東西 厲害嗎 天才嘛 後來也證明他是天才 怎麼證明 他現在在國外念post-doc 數學系的博士後研究 天才啊 真的厲害 以前我趕一直是幼稚園 現在是出國啊 念博士 在名校裡面念post-doc 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 他畫這幅畫的時候 我跟北部說 趕快送出國啦 趕快送出國 北部不相信 就讓他去上浦東的小學 上來沒多年以後回來 我那邊畫是畫鳳梨 他就畫很像鳳梨的鳳梨 想像空間都沒有了 我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這百度如果拿那個小學 美術老師給他教作業 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齁 你在跟老師開玩笑 我叫你畫鳳梨給我畫是什麼 劃驚 對不對 要不然六十分 要不然不及格 對吧 你畫一個像鳳梨的給我為止 對不對 叫他重畫再重畫 天才到我們的學校 小學系統 給老師教的結果是什麼 病故人家 把你當蠢才 真的啊 你的小孩子天才 被這個有限的頭腦老師 尬出來結果變成這樣 他變成一個罐頭工廠 你不符合都把它抬掉 那這個小孩子算運氣好的 運氣不好就是 放牛班 阿伯就聰明了 你去做黑手嘛 一整四人就這樣 沒辦法再給你打下去 過去的台灣人就是這樣 我們的天才到這些老師手上 是被整肅的 被搞到什麼都不是 我們考試只是考你 我們努力的背東西 好像很快要背出來 不教你思考 這種事會思考的小孩子 他後來上師大書學去 我說為什麼師大 為什麼不是太大 抱歉 他好幾顆都不及格 第一次都不行 因為那死輩的東西他不會 天才到你手都變這樣子 好幾顆才能出國 後來就哇 一直就發揮出來 就這麼簡單 我是老師 我就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來 你們沒有看過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相信大家人們都沒有看過 我以前在美國東岸一所學校唸書 我唸藝術系 最後期末的時候 會把作品拿出來 大家就放出來 這邊是critics 一評價會坐在下面 批評你的作品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日本教授站起來 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好奇怪 我給你看我的話 你告訴我沒有去過歐洲 那是什麼意思 跟那是什麼關係 日本教授講完 我沒有什麼回答 我回家打電話給我媽媽說 今天日本教授給我老闆 說我沒有去過歐洲 我真的是沒有去過歐洲 那為什麼這是老闆的事情 因為那個學校是長春人的名校 大家都去過歐洲 我沒有去過 要警告我媽媽說 好這個暑假你回來 我送你去歐洲 我那暑假就去歐洲 結果第一陣來到這裡 我去歐洲之前 我要選團 我都選成採購團 我就完蛋了 對不對 採購團我一天都覺得 小餅 古奇啦 什麼什麼的 小餅我就完了 我歐洲之旅就結束 所以說挑老闆天 有個深度之旅 台南那邊退休老師 老師至少是師到師尊 比起來沒有 做老師 做幾次了 退休應該很厲害 剛才你做出團 去歐洲玩應該不錯吧 結果去第一站來到這邊 來到這邊的時候 你看 這也是哪裡 你們在座有人去過嗎 沒有 我們上一屆的高級班 有義大利回來的 他馬上就知道 在哪裡 歐洲的國中之國 是哪一國 你不知道 梵蒂岡 對啊 那應該在哪一國裡面 義大利 義大利裡面 有個國中之國 叫梵蒂岡 梵蒂岡 沒有多少人 幾千人而已 他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 可是這個教堂叫什麼 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 如果是鑽岡 那時候 鑽岡 鐵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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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面往下看 漂亮嗎 這裡面的內裝 那時候就這樣 裡面都 金魚這樣 鋪那個金箔 裡面的 一個一個神龕 裡面都有雕像 每個雕像都三層樓高 嚇死你 以前是沒有水電 沒有接電來放燈 那都是自然光線 採光 漂漂亮 天花白眼看 很漂亮 剛剛我看到這個時候 照理說正常人反應說 好偉大喔 教堂設計的目的就是 讓你起敬畏之心 敬拜上帝 敬拜創造者 就是這個教堂的目的 結果看到我在驚嘆的時候 後面一個聲音照出來 這個沒聲音 這個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對啊 我那時候跌倒了 國小老師說的 我說 國小老師這樣講 我剩下的旅途 大概就很難過了 果然沒有錯 後來我到奧塞美術館 奧塞美術館 法國 我進美術館裡面 沒多久 這老師不見 一定老師都不見了 不管他 我繼續看我的畫 我看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看了最後 走到禮品部 這群老師就坐在那地方 欸 徐老師 你要穿這麼久再來 為什麼要穿這麼久 我看到了 那麼麻煩幹嘛 我們在這裡喝咖啤 吹冷氣 畫怎麼辦 你去買啊 裡面還要解釋 每張照片都有 我說來這裡是要看原作 你又看書是要做什麼 是不是 你花那麼多錢來到 這個美術館 是要看原畫 沒有辦法看複製品 這就是過期去有嫁的東西 你看到真的東西沒辦法欣賞 就跟網路那些宅男 每次看美女都是這樣拍的嘛 眼睛都塗黑黑的 有看到很多睫毛 然後塗黑白的 這樣子弄嘛 對不對 男生在迷這種女生欸 真實世界的女生 他沒辦法接受欸 喔 是3D的喔 真實世界是3D的啊 搓下去有肉的啊 會流鼻水啊 打腳踏 對不對 上次手會臭的啊 這種女生他不能接受欸 這些宅男不能接受這種女生 而且這女生變老欸 有少女都成熟到老的時間欸 這種美的他看不到欸 就是一生的這種美的他看不到欸 他已經習慣看那個2D 在網路上的照片的美女欸 這是假的啊 對不對 他塗了很多東西 把你弄出一個假象啊 可是他喜歡那個東西啊 真實世界他不能接受啊 這就是過期台灣人 過期用嫁子裡要刺痛案啊 就要看講到法理 講到國際縣市的時候 吃不下去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一樣嘛 給假期大了嘛 沒錯吧 這群老師就這樣 啊這樣的老師 來教我的小孩子欸 那完蛋了欸 我們還花很多錢錢 讓小孩子去補習啊 去考試啊 接觸他的系統啊 啊不就糟蹋我們自己的小孩子嗎 我跟你講 當老師講那句話的時候 我的心裡面 馬上反映一句台語就說什麼 糟蹋 你怎麼糟蹋 糟蹋人家嘛 對不對 那個水的東西 你給他講這樣就叫糟蹋嘛 對吧 如果本來是美女 要講這樣沒聲 是不是糟蹋 把該有的位置放到很低 就這個字啊 trivialize 英文單字啊 我還說 以後來民政府上課 你們現在還有中文 因為以後連中文都沒有 到那邊上課的時候 我們去英文日文 你們最好有心理準備 因為中文這樣 你一旦使用一種語言 你就受限在那語言的思考裡面 隨便嘛 你Google打一個日本 看為什麼有好的新聞 不會有好的新聞 打一個安倍怎麼樣 都是罵他的 對不對 沒錯嘛 你用中文世界啊 但是Japan 阿北新做 你馬上就不同的資料出來啦 所以你是受限於語言嘛 語言是控制你 以前日本時代 我們在北部都說一句嘛 知那人把我們通知了 馬上不准你講日文嘛 甚至於英文都不會嘛 所以我們很漢盤嘛 你只會中文 就受限在他的世界裡面嘛 說台灣人漢盤講話 這不是咧 不然用台語來翻看 是不是 不會講那麼多 來 Trivialization Trivialize是什麼 Make something seems less important significant or complex than it really is Despite this 本來這個位置放在下面 叫Trivialize 糟蹋 我想說他為什麼會糟蹋 我要學老師嘛 一定發生一些事情 怎麼讓他糟蹋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Capacity 他基本上這些老師 沒有這個能耐 來吸收他眼前所看到的東西 對不對 什麼叫Capacity 電學叫電容 但實際上有說 滿桌子的 很好吃的東西 穿在那裡 你有在那裡吃 裝得吃下去 沒有在那裡 因為位置有這麼大 那我怎麼樣把它全部吃下去 我必須要是大胃王 對不對 增加我的度量 把全部吃下去 對不對 那怎麼樣增加你的度量 那就有意思 有個字叫做language 語言 它需要增加語言 比如說 我會英語 發語日語 台語 北京語 我的世界就比你 只懂中文的世界大 對不對 沒錯吧 因為一種語言 代表一個system 這個系統裡面 不能互相轉換的東西 很多 有些可以轉換 有些不能轉換 比如說 台語裡面說 黑邊的臉 成一聲順 著一聲 那人 黑邊的字 白痴状 對不對 蛤 八糟糟 有 請問你翻成英文怎麼翻 不能翻 對 因為英文裡面 沒這種語言上的樂趣 啊 哪一樣 英文裡面的字 比如說 peculiar 翻成中文怎麼翻 詭異 奇怪 都不對 都不到位 一支裡面有什麼問題 怎麼換成那個 翻不過來 都不能亂翻的 另外這種語言不能取代 表示它有另外一個範圍 增加你的語言 你就增加你的能耐 但是不光是語言 語言不光是說的語言 有聽的語言、有吃的語言、有喝的語言 有嗅覺的語言 法國人最講嗅覺 三千塊熟成牛肉你可不可以吃 說不要吃 就吃下去 你糟蹋了三千塊熟成牛肉 一萬塊錢的紅酒你可不可以喝 誰不會喝 下去你就糟蹋一萬塊錢的紅酒 為什麼糟蹋 因為你不會享受這種東西的價值 美女嫁給你好不好 好啊,糟蹋了一個美女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欣賞 享受這個美女 你沒有這個能力啊 是不是 你不知道吃法國菜必須要有氣氛 必須要有你吃飯的對象 就要當時你的dressing 你的穿著 還有你吃法國菜的歷史 你才會累積到一個程度 才能享受當時一刻 比如說五星級的或者米其林級的晚宴嘛 對不對 你就是浪費那個時間浪費那個金錢 同樣去歐洲去玩那一趟 十萬塊十幾萬塊錢 那群老師就糟蹋掉了 我是想把那個單位時間 我所花的錢得到最大的享受啊 我看畫啊 我享受每一分鐘啊 我看東西我都知道啊 因為我做study啊 這些老師都不是啊 那你拿一個旗然後到處shopping然後回家 我說你喝了最貴的下午茶 十幾萬塊錢 對不對 對啊你跑那麼遠跑去喝下午茶 你不就花了十幾萬的下午茶嗎 你了錢你了得到最重的 你也浪費了那一段一個禮拜的生命 人生很短喔 不能這樣用對不對 所以你唯一怎麼樣把你的人生賺回來 把你單位時間的效率發揮到最大 怎麼增加到最大 增加你的能耐嘛 怎麼增加你的能耐 增加你的語彙嘛 這比說你有藝術視覺的語彙 對你的設計 所以你當時的老師也有一個也不簡單啊 還有一個女生喔 剛到法國一下飛機 那個老師你也不是說都沒有隨身 其中一個老師 齁 顏色不對 馬上到一個家店裡面把衣服全部換掉 因為她從台灣帶的衣服都不適合法國走在路上 她有這個敏感度 所以把衣服換了 衣服也換了 鞋子也換了 等到回到台北的時候 又不對了 又換回來了 因為台北的環境不適合穿這麼漂亮的衣服 那我跟你講喔 人會醜的原因是環境很醜 你知道嗎 你如果是很漂亮的環境 你自然把自己打扮漂亮 會符合這個環境 你看到日本 在街上黑衣服 人家路上走過來 連爸爸媽媽拖著小孩子都很好看啊 你們真的有出國去看就是這樣子啊 你去法國看看 連老人都很有氣質耶 坐在路邊那老人喝個咖啡 你就很想看很久耶 當然老人還沒了時間去看賣 差這麼多你看 這就是文化的素養啊 當然過去被當奴隸教到這個樣子 連一個款都沒有了 來 過來 recorder還有一個 他沒有解碼器 眼前看到的東西對他來講叫亂碼 他看不懂 回去啊 有沒有 以前我買DVD從日本買回來 如果沒有解碼器你就看到亂碼 可是你解碼器放進去就解一次出來 他就看懂 他沒有解碼器 再來一個 perspective 那不講這個 你也不可以說台灣人沒有能耐 他有能耐 有什麼能耐 有吃本手的能耐 對不對 為什麼電視一打開 星山社 像個像台像個像海 像個像海 魚缸都嚇了起來 轉大聲一點 小朋友轉大聲一點 爸爸要聽這個新聞 對不對 這種壞的事情 這麼有興趣 跟你講法理講對的講美的講善的事情 就在賭故了 打到他自己弄了 這就是台灣人耶 你有吃本手的能耐 可是你沒有吃好東西的能耐 沒有啊 為什麼你的教育都是往這方面在引導的 沒錯吧 我們現在就跟你講法理啊 講邏輯啊 為什麼很多人聽不下去呢 為什麼頭昏鬱鬱鬱鬱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就是過去沒有這個能耐嘛 但是本手的能耐真的很強耶 來 語言 我不講太多 再來 好啦 你們不用花十幾萬 我現在就跟你來 我是導遊 把你們帶到這個作品前面 請問你會不會欣賞 不用花十幾萬了 現在就給你看 來 聖彼得大腳掌的一個雕塑 米開朗基羅做的 給你欣賞 我給你十分鐘 有夠嗎 我這兩天你也看不到 兩天三天兩個月你也看不到 沒有 你不太多你也看不到 這是什麼問題 叫你去欣賞這個雕塑品 站那裡 被盜擾這個 對不對 一定要有人跟你講什麼欣賞 請問在座 你們知道他在講什麼的情趣嗎 怎麼欣賞 這雕塑在講什麼 沒人知道嗎 這個雕塑作品你在講什麼 猜猜看 你看都亂講 生病的女人 沒有 這人是 這叫耶穌 在教堂裡面不會放 莫名其妙教授 那這個是瑪莉亞 你知道瑪莉亞是耶穌母母親嗎 知道嗎 聖母瑪莉亞 耶穌嘛 耶穌是什麼 死掉了 為什麼死掉 他定完十字架以後拿下來 放在他媽媽的腿上 那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米開朗劇為為什麼會做這個 我跟你說 台灣人是製造業起家 你仔細聽我現在講的 我可以讓你從普通老百姓 突然變成藝術史學家 藝品家的水準 我跟你講 製造業起家 製造業的語言跟你們對話 什麼製造業的語言 他整個雕塑是一塊大理石刻出來的 厲不厲害 整個雕塑一顆焦頭而已 那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哪不小心把手指頭敲斷了怎麼辦 重雕啊 它不能黏回去啊 過去沒有這種黏著技術耶 你刻壞就是刻壞重來耶 是不是很嚇人 一個雕塑品用一個大理石 從頭到尾把它刻完 這有厲害嗎 第二個 同樣一顆大理石要刻出 人 布料 頭髮 瓦朗 西朗 男子 男子 雞里 是不是不簡單 一顆大理石喔 要做出這麼多不同質感 這是不是很厲害 這顆焦頭而已耶 我沒有自己變化才能不能塗顏色耶 只有一顆大理石要刻出這樣子耶 它在刻多久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跟你講 光是這個就不得了對不對 好 下一個 接下去 你光欣賞這樣還不夠 下一個 你怎麼欣賞這個作品 首先你要知道裡面在講什麼嘛 對吧 好啦 台灣人進入服務業對不對 我用服務業的語言跟你講 如果是服務業的話 請告訴我 你去看電影海報 請問他可以隨便選照片嗎 你選錯照片 你的電影就賣不好 對不對 沒錯吧 你照片選得好他都想看啊 喔 這什麼電影都想看對不對 我現在是沒有講說什麼 那個預告片的 那不算了 我光是海報 在外面要吸引人 一定要選一個最棒的照片 會影響到暢銷程度 下一個 如果吸引得好的話 要做什麼事情 演員要厲害嗎 半折之處好看 是因為這個演員 男主角很帥嗎 沒有啊 他哪有帥 因為他會演啊 他把他的角色 王牌大律師把他角色演得活靈活現 對不對 他不帥啊 可是他在適當的 什麼叫做會演 就是在按照劇情 在適當的時候給適當的表情 而且超乎你預期 對不對 沒錯吧 演員要好 這戲才要好看嘛 那演員要好戲好看 你要先入戲啊 要不然你怎麼在戲在演什麼 你突然看說他演得好 胡說八道 你首先要知道劇情 那我請問你他的劇情是什麼 那我問你一個表情 這是瑪利亞的表情 你現在知道這是瑪利亞 這是耶穌 那瑪利亞這是什麼表情 告訴我 悲傷 悲傷 為什麼悲傷 光悲傷不夠 這沒有那麼簡單 雕塑品 如果這麼簡單給你欣賞 那不叫大師 失望 失望 那為什麼失望 這就很複雜了 我跟你說 你怎麼沒有啦 我要給你們補充一些資料 你們才可以真正進入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我在學藝術的 我在西方國家學的 我沒有在台灣學 我出國以後才轉唸藝術 所以我叫這些基本的東西 我跟你講 基督教的故事你如果不知道 你大概藝術史 80%都不用唸了 因為它是圍繞在這上面 宗教 帝王 就這些東西啊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基督教是什麼 在座各位 知道什麼是基督教的請舉手 大部分都不知道 知道基督教請舉手 不用客氣啊 我才知道我要講多少 請放下 不知道的請舉手 我再決定要不要講 這麼多 有意思 為什麼有意思呢 基督教世界這麼多人口的宗教 你居然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不過沒關係 七分鐘跟你講完 厲害嗎 徐老師你太臭屁了 基督教你七分鐘沒講完 對啊 徐老師七分鐘把基督教講完 你們聽聽看 是基督徒聽聽看 但是如果是這樣七分鐘講完 我一定有特殊方法 我就用負面點題 什麼叫負面點題 我問你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不是喔 需要什麼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基督教絕對不是勸人行善 宗教不是都勸人行善 偏偏基督教又不是 基督教說你如果想 行善來進入天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在座有基督徒嘛 你如果想要透過行善進天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基督教絕對 他主要目的不是勸人行善 不是的 那我要再講 基督教還不是什麼 還不是一個 還沒有勸你加入宗教 不是拉你進入一個宗教 欸 基督教不是嗎 不行 教會 我說偏偏不是 基督教還不是精神寄託 我以為宗教都是精神寄託 基督教怎麼會不是 偏偏就不是 基督教完全跟精神寄託無關 那你以為下一句話 那基督教在做什麼 基督教是什麼 幹過的人 救人不會死 救人不死 基督教主要的訊息 就是救人不死 為什麼 因為你會死 他讓你不要死 基督教就要講這個 那你要問我 徐老師你越講越遠了 我參加過追世禮拜 基督教基督徒不是死了嗎 我要看基督教墳場 基督也死了 基督也死了 他叫來墳場 你說救人不死 那你要先看我的定義 我講什麼東西 要形容定義下手 死這個定義 在原文的意思叫separation 分開 什麼分開 你的人死了以後 靈魂跟身體分開 叫做死 那另外一個死叫什麼 你跟上帝的關係分開 你叫死 一個叫靈理的死 就是肉體靈魂的死 救你不死 就讓這個不分開 分開的不分開 學老師 我身體火化燒掉怎麼辦 很簡單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再造一個身體 你又回去 靈魂再回去 不就結了嗎 講這個就有生 你講這個上帝是什麼上帝 我跟你講 在我們東方的思想裡面 神是怎麼樣來的 就是人做的最好 變聖人 聖人在後變神 對不對 基督教不是這個 基督教說 這個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什麼都從他那邊來 他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這個是一文字比較難 不過沒關係 你們知道就好 基督教是 他的定義 大概是最大的定義 你不可能比那個更大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又無所不能 所有生命都從他那邊來 這是什麼神 這是基督教想講的神 也是猶太人講的神 這是他們在講的 他是創造者 說的人是受造之物 受造之物跟創造者之間 有一個鴻溝 跨不過去的 這很深喔 我淺一點 那下一個問題你要問說 好啦 救人不死 表示我會活嘛 對不對 不分開嘛 那問什麼我要分開 為什麼人要死 你要問下一句啊 為什麼人要死 上帝創造人是讓人死的嘛 偏偏又不是 上帝創造人不打算讓人死 那什麼讓人死 你要問這下一句 先說人挖掉就要死去 從古以來都這樣子啊 台灣人都怎麼說 過期都不這樣 我有準備例外 我跟你講錯了 上帝造人本來不是要讓人死 是人做了什麼事情 讓這件事情發生 迫使上帝必須 讓你跟他分開嘛 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要講到 這個神的幾個特性 其中一個特性叫做什麼 聖結 Holy 聖結跟誤會骯髒 都不能在一起 對不對 另外一個觀念叫做公義 Justice 賞善罰爾 另外觀念叫做什麼 我要講就講很多了 先一個一個講起 那什麼造成人跟神分開 中間有一個字叫做罪 Sin 罪跟Crime不一樣 犯罪是說我對誰犯罪 人對人犯罪 Sin是對神犯罪 Against God 那罪的話 原文的意思是什麼 我什麼都有講定義 罪的定義 罪的定義叫做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靶 靶心叫什麼 忘了 你知道射箭有靶心嗎 沒有射到正中間 差一點點99% 999999也不算 也是犯罪 所以罪的定義在基督教裡面很奇怪 你聽聽看就覺得快受不了 我隨便講幾個 你如果小時候犯過一次 就代表我犯過 不可以說這個我生了那時候 現在沒了 沒有一直跟著你 你只要這輩子 你活著的時候犯過一次就是犯了 第二個 我們都以為犯罪就是做不該做的事 對吧 那個人犯罪對吧 基督教說錯了 你不該做的你做有犯罪 你該做的你不做也是犯罪 超可怕 基督教這個定義下去 所有人都犯罪 對好戲還在後頭 還沒講完 這也不是我講的 耶穌講的 你只要心裡面恨人就殺人 你恨人就殺人 那是違心論 你看見父女心裡動了一念 你已經跟他犯了劍癮 這耶穌講的 如果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怎麼樣 全世界人都有罪 全世界人都該死 是不是 因為他有本性 上帝的本性是聖結 你做不到你就誤會 我就給你切開 當你跟永生的上帝切開的時候 你就經歷死亡 就這麼簡單 除非有一些問題要解決 這個神是公義的 今天有一個法官坐在這邊 犯人抓來了 你叫上萬強 偷了麵包 四年 帶走 你結我搶結 死刑 帶走 下一個再帶過來 判不下去了 為什麼 送來他們兒子 他兒子送過來了 這法官怎麼辦 退後一步 可不可以不要判 不可以 他如果不判 他就不公義對不對 但是如果判下去 他就不敢 為什麼 是他兒子 判不下去 那怎麼辦 卡在中間 我現在講的只是寓意 不是真的基督教 是這種概念 我只用這個來讓你容易解釋 上帝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等到發生事情 才來解決 上帝在創造世界以前 已經決定所有事情要怎麼發生 上帝不玩骰子 再講一次 我繼續講下去 OK 在這個時候 當下怎麼辦 找人保釋 犯人 可不可以互相之間做保 然後大家都保出來 不可以 大家都該關 哪有人自己犯人之間互相保 保要沒有罪 才可以保有罪的 外面的人付了錢 他出來 法官才會放人 現在所有人都犯罪 所有人都死 那誰有夠格 法官自己沒有罪 所以法官自己下來 所以耶穌來的目的 就是神道成肉身 成為人的樣子來到世界上 就是要替人死 耶穌來的就是要死 可是問題 故事沒有停在這裡 如果耶穌死了 他也不過是另外一個聖人而已 重點是耶穌要復活 復活證明他是神 他不是人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是復活節 不是聖誕節 你們都弄錯了 基督教核心是復活節 復活的證明他是神 不是人 只有神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死的問題 所以你要毀掉基督教其實很容易 就證明耶穌沒有復活就好了 你毀掉基督教其實很容易 證明耶穌沒有復活 很輕喔 你們不用急的 鄉下的地方都有 在哪裡 發掉了 OK 講到精彩的說 好啦 現在來了 瑪利亞 現在耶穌定十架送到他腿上 除了上子之痛 他兒子 瑪利亞懷耶穌的時候 沒有錯 天使跟他講這是神喔 所以他從以前就知道說 這個小孩子與眾不同 神透過我的生理生下小孩子 我是處女 懷孕生孩子 這是神 他從小就又是他的兒子 又是他的神 很複雜的情緒喔 現在下一個問題來了 神怎麼指在我的手中 那我過去所相信不都是gay 他不知道三天之後耶穌會復活喔 這在in between喔 在那個過程當中 在過程當中就是還沒有答案 你在走在那個過程當中 很混淆的耶 很puzzling 就是 這個 他整個 猶太人的信仰會毀在淹世營上面耶 貴旗所相信的彌賽亞都是假的 都是什麼 他等於不光是人的 對於孩子的上職的那種崩潰 加上整個宗教系統會collapse 所以這時候他的表情就對了啦 不會靠得不知道人啦 靠不出來啦 他的那個痛苦是在裡面的 內心系啦 這個藝術家厲害就厲害在這邊 他可以這麼關鍵的時刻 用這樣的一個雕塑作品 表達出來 我也不是牧師 我也不是傳道人 我今天只是負責幫你解碼這個雕塑作品 厲不厲害 真的要給他鼓掌 這是米開朗基羅 不是替我鼓掌是不是 OK 厲害 我跟你講 值得是叫大師 這樣會解碼嗎 你們現在要看藝術作品 沒那麼簡單對不對 不是我們五人想那麼簡單 我們這樣看下去 我一講完以後真的不得了 接下來下一輔你會看了嘛 後來耶穌復活了嘛 他復活的時候就跟門徒顯現 門徒在吃飯聚會的時候 耶穌跑出來了 門徒嚇了一跳 耶穌說你是人還是鬼 耶穌說鬼不會吃東西 來酒給我喝餅給我吃 耶穌就在他們面前把魚吃了 什麼東西吃 對不對 證明他是人嘛 問題來了 其中有一個叫Dotting Thomas 懷疑的多嘛 這個人天性超會懷疑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變魔術啊 耶穌說來來來來來 這是我有個孔 身體上有個洞 為什麼有那個洞 以前第十字架要確定這個人有沒有死 才可以放下來 他就往這邊戳 戳這邊會流什麼 流水跟血 這個定義很清楚 你如果是學醫學的 組織藝跟血小板分開的時候 才是真正死掉 那時候人才可以放下來 要不然他活起來又跑掉了 所以要確定他死 就做這個自己的動作 所以他去探那個 探完以後他就跪下 他真的是神 耶穌說你這個看到摸到才算的 那些聽到就信了 不就更有福氣嗎 就這樣子 OK 好啦我講完了 基督教是這個 基督教是這個 這麼多 22億多 回教 還有那個猶太教 這些都跟基督教有關的 你居然不知道 你活在台灣真的很奇怪的地方 大部分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都不知道 就知道台灣人跟你拱在裡面跟你騙的 所以我先讓你們知道一些 世界上的到底宗教是什麼 至少你知道這個 過去台灣人的世界叫功能神 Functional God 就是我遇到大自然很多不能克服的事情 所以我就創造很多神出來服務 叫做功能性的神 因為人不能解決超自然的問題 但是基督教的觀念不一樣 是神做中心 人是被創造出來 他叫做啟示神 Revelation God 啟示性的神 除非神告訴你 否則人無從了解其他 來 這個叫Bernini Bernini這個也是很有趣的一個東西 他跟米開朗基羅同一個時間 我要加快我要速度了 他在講希臘神話 我覺得他的雕工不會輸給米開朗基羅 可是我覺得剛才前面那個勝出太多 為什麼他討論的議題複雜很多 這樣會欣賞 來 看到這邊有一個Fountain 你們會欣賞 我跟你講你們不會欣賞 會不會欣賞 首先你要知道它是什麼故事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是地的四集 我現在是帝國結馬 我幫你帝國結馬 帝國什麼 Empire 什麼叫帝國 統治超過三州的人叫帝國 對不對 你就統治亞洲不算帝國 Empire Empire的時候 就在羅馬的中間 只有羅馬這帝國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把不同河流的河繩 抓在一起 放在他們國家的水池裡面 給你噴水 有沒有囂張 只有帝國做這種事情 什麼河 尼羅河代表非洲 多瑙河代表歐洲 恒河代表亞洲 Haira de la Plata 代表美洲 不同州的河繩 把它放在一起 放在這邊 帝國才會做這種事情 如果新加坡做這種事情 是不是笑死人 死啊 什麼東東啊 香港也不信啊 韓國放這個更好笑 對不對 你不是帝國嘛 帝國才會做這種事情 再來 這什麼 你又不能講全民 艾菲爾鐵塔在巴黎 可是我們就把城市加上這鐵塔 鐵塔名字叫Iver Tower in Paris Paris in France 1889年就蓋了 1889年耶 人類在地表上蓋了第一個建築物 我跟你講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你如果知道帝國界 它叫什麼 它宣告 親的帝國的定義來臨 過去什麼 都是打仗 戰地為王 從現在開始 它說 你要有志工權的才配叫帝國 變成3D了 所以之後就是飛機啊 船啊都造出來 真正有志工權的才叫做帝國 在60年之後 又一個帝國跑出來 什麼 你要到太空的才叫帝國 阿姆斯狀 美國造出來啊 美國給你新的定義啊 定義 definition 你知道嗎 定義的什麼才叫帝國 你要跟得上才叫帝國 你跟不上你就落後了 帝國 沒有幾個國家可以玩這個 所以蘇爾要跟他爭嘛 對不對 阿過來 再過幾年以後 月球算什麼 算火星 對不對 這是好奇號 curiosity 火星第一張拍回來照片是這個樣子 它真的把那個 降落在火星 傳照片回來 每天在傳到今天為止 2012年到現在為止 一直在盤 你知道 講這個可能不夠偉大 火星有多遠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是地球到月球幾倍 告訴我 有人知道嗎 到月球很遠對不對 到火星跟到月球的距離是嗎 給你們一個參考值 月球叫做衛星 火星叫做另外一個行星 1300到1500倍 看那時候軌道到哪裡 嚇死人 到月球距離的 1300倍 500倍 會叫火星 是不是在科技人嚇人 這叫帝國 帝國就玩這種遊戲 來 這是什麼地方 誰可以說得出來 這是哪裡 沒人知道 我們這一期的高級班怎麼這樣子 有沒有人去過這裡 有沒有人去過這裡 法國羅浮宮 羅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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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 它是1889年蓋好的 變成landmark Pahý 它像什麼 它的形狀像什麼 1989 金字塔 1989 為什麼要像金字塔 為什麼要像金字塔 設計師貝玉銘 為什麼要像金字塔 為什麼要像金字塔 你們只是看懂形狀 不曉得為什麼 所以我要解碼 我今天要給你們解碼 帝國會做什麼事情 法國人以他 他說或許戰爭我不是帝國 但是在文化歷史上我是帝國 他是帝國就要繼承什麼 繼承整個西方文明的發展 從埃及到羅馬帝國到希臘到羅馬 然後到我們 傳承 再來這是哪裡 我看你們也不知道 英國水晶宮 1851年蓋好的 1851年的時候已經輸出大片玻璃 這裡面有幾個攤位 你知道 它是一個展示的地方 萬國博覽會在這邊展示 你們有去過世貿嗎 很大的 世貿攤位有幾個 如果擺攤位有沒有三千個 沒有吧 三百個就不得了嘛 對不對 五百個嘛 是不是很嚇人 世貿攤位五百個就不得了 我跟你講 它這邊有多少 一萬四千個攤位 一萬四千個喔 每個攤位多少個人 至少三個人去顧 就五六萬人 只有在裡面 包括其他的服務人員 五萬多人 加上遊客 一萬五十萬人 五十萬人被進出這個標題 一天裡面 請問你這些人要上廁所吧 你準備了多少個廁所給他 他要喝水吧 他要吃飯吧 台灣人是製造業嘛 你們就專門做基礎建設 我就問你們 如果要做基礎建設 你要開過這次嘛 要坐電梯上上下下嘛 裡面還有空調嘛 對不對 這些人上廁所你要排泄嘛 對不對 你要喝水啊 你要吃飯啊 從哪裡運來 你要提供五十萬人吃飯 就要多多 一個人吃一隻雞腿 要殺幾隻 二十萬隻雞耶 對不對 我還有牛排耶 我要點個餐耶 是不是 我交通動線要怎麼安排 從外國來 從歐洲其他國家 從美國來 要怎麼辦 坐飛機的機場啊 還有旅館啊 怎麼消化 在英國倫敦 消化這麼多人的博覽會 這就是科技啊 就是帝國啊 帝國就是玩這樣子啊 因為導人趕快跨建築物 不會看看這個後面的軟體是什麼嗎 我慢慢跟你們講嘛 你們要當官員不是嗎 那我問你帝國人在玩什麼 帝國人像你們這樣每天辛苦 去上班賺錢嗎 錯啦 我跟你講 帝國的人大部分時間是在玩啊 在玩什麼 我隨便講一個 玩遊戲 玩什麼 NF 美國 美式足球 這沒什麼 NBA 美式籃球 這沒什麼 美式棒球 冰上曲棍球 我為什麼講這個 光是他們的運動 每年產出就是440到470 Billion Billion是10億 百億千億 千億美金啊 台灣一年頂多是5000到6000億美金的GDP啊 全民的生產啊 人家就已經4700億了 你幾年啦 台灣人做是做幾年的GDP 只不過等同他們一個產業 叫做運動產業 我沒講到其他東西喔 他賣的票 他相關的轉播 各種的錢就產生這麼多 還有什麼 GDP我們是474.8 billion 201年的估計 這個啊 現在五千多啊 這個我要講 他們除了5千以後 他在做什麼 一天到晚什麼 他在娛樂自己 Movie 180個Billion 迪士尼啦 好萊塢啦 每年產出 你們去看什麼 對不對 超人的電影對不對 那個賺死你了啦 他那個電影是其他國家不能拍的 你知道嗎 他以動畫的技術都其他人 旺旗下 國民是跟不上的啦 他電影場面 已經玩到人家跟不上的地步 你不可能製造跟他一樣的產業 香港國 你多會拍電影 到現在還在演那個少林武術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拍人家這種高科技電影 因為你們cost太大了 拍電影的成本太高 高到你們玩不起 那人家一定是看這個高成本的電影 不會看你的低成本製作 玩那個辛勤遊戲的對不對 是很少的賺的錢 來過來 他們大部分是什麼 在做夢 做什麼夢 把東西射到火星 把東西射到外太空 他們玩這個東西都產出錢 他往海底地底南極軍事研發 美國夢 American Dream 還有一個什麼 美國大部分的錢是花在教育 美國 我親自來講 加州 一週而已 多少個大學 我現在講大學 大學隨便都講 EA Berkeley Stanford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這些名校都在這裡面 美國加州一週就這麼多大學 全世界人要來這邊念 來 每年 United States total 4495個Degree Grinding Institution 將近4500個大學 來 讓你們看 美國長生人大學 他們大學都用捐錢的 你知道 他們校有捐錢 我那時候去申請學校 我說我要獎學金 他說 我們還指望你捐錢 什麼獎學金 我說那我不來了 不來自然有其他人來 很興奮 這是長生人的學校 Bronk, Columbia, Cornell, Dalmat, Harvard, Princeton, Penn, Yale 全面 前20名學校總和 每年捐給這些學校的錢是多少 13兆台幣 13條 怕死人 13兆 光是捐點這些大學 所以投資報酬率來講 你是不是應該念美國的大學 當然要啊 我再花個5萬塊錢 美金會有塔的機關投資率 報酬率這麼廣 其他學校相對就沒有那麼高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講說 同樣我花這個錢來這邊念書 美國用這麼多的錢來養這個學校給我用 你就賺回來了 是不是 跟你們講我們來講 來 這個看過沒有 這運動看過沒有 你們是高級班 我就期待你是高級班的水準 我要來講東西 你們就要跟上 有沒有後悔沒有來上初級班 初級班來上都很吃力 來美式足球有看的局長 只有一個人喔 兩個 不多 三個 還有沒有 來 要慢慢介紹美式足球 我跟你說 這裡面這個人喔 超過200公斤 體重超過200公斤 這前面這一隊都是這個身材 那這些人跟你衝撞的時候 就跟車子給我撞到一樣 所以每天要戴什麼 安全帽 你看這是他們高中 高中球隊就這麼大隻喔 漢肇就好了 這裡他們大學隊 這上面職業隊 每次來的時候幾十萬人 不是什麼五萬人不像巨蛋啊 十幾萬人 十幾二十萬人的 求償 你看一打起來都要進單價 送單價對不對 斷手斷腳死掉的 每年都有 這種遊戲你敢玩喔 我想全世界只有美國人敢玩 其他國家玩不起 因為他們沒有這種人種來玩這個東西 沒有這麼大 人來玩這個東西 來 看到這個沒有 這他們遊戲規則 有quarterback 有lineman 對方有defense 有running back 有receiver 都有啊 這遊戲規則 十幾個人 line前面 有quarterback 到後面負責傳球 跑風 還有專門接球員 他們在玩的時候 教練在前面 一個球隊一百多個人 隨時換球員 有offense 攻擊隊 有defense 還有second team 他們在玩這個的時候 講求戰略戰術 他講的時候 那個教練還戴一個耳機 在這個球場的最上面 還有人專門解答對方的戰術 隨時通知說 現在對方用什麼戰術 我們趕快換什麼戰術 打下去 一旦叫那個戰術之後 就執行到底 每個人都在每個位置 所以能夠在這個地方 打球的人 隨後來到企業裡面 都是偉大的經理人才 因為都是領導統譽 知道什麼戰略戰術 每個人都在他的位置 不會亂跑的 你看這玩得這麼精密的 精密的球賽 只有美國這種國家在玩 你知道他玩這個幹嘛 為了要打仗 打戰注重效率 功效 這種球類 不是一般的國家可以玩 加拿大有一點 歐洲可能幾隊而已 日本也要跟人家學學不像 因為他真的那麼大隻都跑不快 美國人是又大隻又快 美國的軍種有這幾個 S.H. Army Marine Corps Nearly Air Force Coast Guard 每年有什麼 22條台幣 22兆台幣 就花在這上面 航空母艦 你們都看過 對不對 航空母艦 我哪兩格 我哪兩攻 我哪兩攻 這一堆 這都航空母艦 一堆航空母艦 任何一個 隱形戰機 隱形軍艦 潛艇 隱形戰機 無人戰機 你現在只要上網去看 最近打回教國的那些人 你上YouTube 打說他們 美國怎麼怕 這些回教國家的那些恐怖分子 所謂的恐怖分子 他說電腦上面無人飛機打的 他打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 你旁邊有女生 這些恐怖分子很厲害 都會藏在女生小朋友旁邊 讓你找不到他 再用長袍把槍蓋起來 錯了 現在可以直接打到你 從那隱形戰機裡面 就可以看到 無人飛機裡面 就可以看到你身上帶的武器 而且只打你 不會打旁邊的人 旁邊有動物也不會受傷 就打你的 蹦 你這個人就倒了 他倒了以後 有人裝死對不對 心臟還繼續跳 他看得到 再補一槍 現在戰爭是這樣 他完全不會去殺傷 那無辜的百姓 他就是要斬首行動 針對性的 現在講到精密的戰爭 已經精密到這裡 最近不是有很多 美國新式武器出來 他說雷射炮已經變成標準裝備 雷射啊 雷射啊 雷射就是速度 國本的飛彈幾因素 十倍因素都跟不上 雷射就到了 馬上把你彈頭 你最好不要開始 一開始全部結束 再來 真正戰爭開始的時候 哪裡開始 不是在地球上 外太空已經打完了 因為所有的飛彈都要靠定位 對不對 GPS定位 所以一開始戰爭 所有的衛星都被打掉 所有除了美國以外的衛星都被打掉 衛星沒有對 那你要用什麼 傳統戰爭 這些鎖定要打哪裡 又不準 對不對 所以真正戰爭一開始 就是把衛星全部打掉 所有的reference 參考點全部打掉 厲害 那時候中國來嘲笑 雷射算什麼 只要霧稍會大一點 雷射就打不過來 錯了 他們還有電磁炮 電磁炮就是把MASS 用短時間 用最快速把它送出去 比飛彈還快 而且它根本穿透建築物 就直接打到目標 這電磁炮聽說還要裝在外太空 再往下打 加上重力加速度 嚇死人了 不得了 大概你的全國的地震九級了 砰一下來吧 全部結束 這是未來的戰爭 我就跟你講 這是未來的戰爭 講那麼多幹嘛 看這個 這幾張畫有一個共通點 我今天是藝術史解碼 透過解碼的程序 跟你們打開很多事情 那麼多度 我覺得共通點是什麼 放在心裡面 不用告訴我 像這樣 後來這叫什麼 印象派 印象派 文內 那些反骨的話 這就是反骨的話 文內的話 這看得懂嗎 這幅畫看不懂請舉手 過去上國課不算 看不懂舉手 看不懂 我只問看不懂 請問 看不懂的人 請問他是要畫飛機大炮嗎 是不是 飛機大炮嗎 不是 他在畫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你還知道男人 你看得懂嗎 畫幾個人 五個人 你又知道 那你絕對看得懂 你沒有說看不懂 你絕對看得懂 對不對 只是他 他不像你以前以為的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過去都是寫實的照片 這款你才看得懂 對不對 沒錯吧 其實那個你也看不懂 因為你不曉得他演什麼 對不對 這個 這叫立體畫派 怎麼看立體畫派 就是這樣 麥克風不是這樣看 這也是麥克風 這樣也是麥克風 這樣也是麥克風 所以你看一個東西 時間固定 觀察點改變 你看我 同一個時間固定不變 你可以這樣看我這樣看我這樣 把不同的觀點 放在同一個位置 就變成立體畫派 你知道嗎 看一個東西 也有不同觀點 把它放在一起 這叫立體畫派 皮卡索 皮卡索說什麼說話的 190幾年的時候畫的 這是你阿公阿母阿祖那時候畫的 你現在看不到 是不是很落後 你的藝術欣賞水準 是不是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是啊 一百多年前的畫你還看不懂 然後皮卡索說他跟一個人偷 跟誰偷 這個人叫賽上 賽上很喜歡畫山 Victoria Mountain 他就搬到這一個山的前面 出在那邊 去一家住在那邊 每一天畫這個 畫到後來畫這樣 是不是去笑 沒有喔 皮卡索說跟他偷的 請告訴我 你們在座有沒有寫寫聲 寫聲 小學的時候 我們上美術課寫聲 有沒有 寫聲什麼 就帶著便當帶著畫板 到外面去畫畫對不對 寫聲時間都多久 半天 一天 半天 有沒有寫聲一個小時的 太短了對不對 有沒有寫聲五分鐘的 十分鐘的 沒有 我們半張那些壞 壞學生都寫聲十分鐘 老師點完名就跑掉了對不對 下課回來 清財走走就叫出去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寫聲一秒鐘的 有沒有 老師這怎麼畫啊 來 我跟你講這都寫聲一秒鐘 是不是 都不動嘛 是不是寫聲一秒鐘 是不是啦 他們不動 就是在那個當下停住定格讓你畫 是不是要寫聲一秒鐘 所以那時候我在上寫聲跟帶學生去的時候 我說 同學 張同學 現在都中午了啦 你現在畫還是早上八點了 你把它騙 重畫 老師你不要開玩笑啦 有沒有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在畫寫聲的時候 我說太陽都從這裡到這裡 影子都換位置 你為什麼還在畫影子這麼長 是不是 我告訴你騙我 你的重畫 沒有人真的這樣畫的啊 那我跟你講 這個人就是這樣畫的 他在調顏色的時候 調一調 欸 怎麼顏色就變了 對不對 所以他把剛才調的先塗上去 再換新的顏色對不對 過來太陽來了 哇 顏色就變了 再換新的顏色 所以最後他的所有的畫 就變成灰灰了 對吧 他應該說他觀察點不變 時間在變的時候 的一個紀錄過程 對不對 他是一個很老實的學生的學生 他是一個好學生 老師叫他做什麼 就做什麼 所以他每次調來顏色 調對了就放上去 調對就放上去 就變到那 所以這幅畫如果畫三個月 就是三個月以來 對著作三的寫聲 對不對 這樣會看了嗎 皮卡索把它顛倒過來 這個是觀察點不懂 時間的不懂 皮卡索是 時間不懂 觀察點的變 變成立體化白 你知道嗎 我現在跟你們講這麼複雜 你們聽不懂的話 你法理怎麼聽得懂 法理耶 要說得越輕 這個要懂 所以皮卡索開啟了一扇 潘多拉的盒子 妖魔鬼怪要跑出來了 所以呢 有人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觀點可以不一樣 誰說畫畫一定要畫在畫布上 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插臂雷針 上帝來畫畫打雷下來 是不是 這叫大地藝術 大地插臂雷針 上帝雷針打下去變一幅畫 有人說推土機把土堆到海裡面繞一圈 可不可以這樣 可以啊 他說畫畫就是觀念加上 實際上的東西加上定義 所以把畫拆開來 這是definition 這是real chair 這是painting 我的real chair 就這樣子啊 所以從此以後觀點就不一樣了 畫畫已經不像我們以前一樣 你以為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海島耶 這是船耶 這地方講 粉紅色的布 有一個藝術家就是瘋狂到這邊 他喜歡用布包所有的東西 他就把這個島給包起來 包一個島不夠 還包兩個三個 包十幾個島耶 有厲害嗎 我說台灣人還看不到 好啦 我在講製造業起家的人 我跟你們講一些基本原則 布要這麼大塊 鋪在這地方不簡單對不對 接人不夠對不對 那個團隊對不對 對不對 不只一條船對不對 好多的人圍著它 對不對 那河水會流動 對不對 所以你要給它定位 不能給它飄走 河流速度還不能太快 你一定鋪好的話 我再講一個基本概念 你要在這個高空拍照的話 你要坐直升飛機上去 對不對 在台北市 你要坐一個直升飛機 一個crewman 加上一個兩個攝影師 上面照相回來後製 前製一百萬 OK 到後來拍人這裡要一百萬 你在拍攝過程當中 所有都要配合 你看這邊都是船 船在做什麼 把粉紅色的布包出來 粉紅色布要用多少 你拍完這個影片之後 這個粉紅布做衣服給人家穿 你要穿喔 突然之間大家都穿粉紅色的布 不可能 一定浪費掉 來下一個 你看看 它的島你看從這邊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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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 在同一個時間裡面 我要拍那張照片 我需要所有的島 全部定位 所以我用了多少船 好幾百隻的船 同時 每條船上有多少人 在運作這個東西 把這布包起來以後 我直升飛機飛上去 拍了一張照片 嚇不嚇人 我怎麼多少布料 畫家這麼好去 我可以 這個畫家不光是包 他去包海岸 海花 整個海岸把它包起來 這個人更瘋 把德國的國會大廈包起來 多少人來參觀 這叫做Crystal & Sean Cloud 帝國的藝術家就玩這種 玩大玩到不像畫的地步 這才在吹 等一下 奇怪 台生 他有其他的作品 為什麼都不見了 有沒有最新的 你再幫我找 沒有了 沒有就算了 我下次再找 比較新的給你們看 其實有更刺激的照片在後面 你們都沒有 都錯過了 這樣不行 這樣我就 這好不好看 這叫做 我先講前面 後來有一天 畫家就開始畫這種抽象畫 叫做抽象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t Jackson Pollock 或者William Dacuni 畫到後來 所有的美術館裡面都放這種畫 所以很多藝術家就開始感冒了 而且每一幅都上億 很貴的 我現在給你畫每一幅都要好幾億 有的人說 你們這個人是去什麼 那畫都看都沒有 所以有一群叫做反動組織 叫做普普藝術家 他說我要畫大家看得懂 我要畫罐頭 罐頭啊 你們都看不懂 剛剛這個太懸了啊 那我就畫這些 你們都看得懂啊 所以產生了一個叫做普普藝術 Andy Warhol 這些都普普藝術家 普普藝術家有的 你們看有的啊 他就是庶民藝術嘛 馬力聯盟路嘛 在那年代裡面 馬力聯盟路嘛 這個好不好看 好看 你不曉得為什麼好看 Jeff Quinn 普普藝術家 普普藝術家就是 做一般庶民 大家看得懂的東西 好不好看 漂亮喔 不要去看黃色小鴨了啦 看這個還比較有水準 對不對 黃色鴨要看的時候 索家做的 這個比較好看 這也是普普藝術家 普普藝術家就是把米 每天你 每天用的吃的 用的拿出來放大 比如奶嘴放大也可以看啊 塞衣夾放大放在廢城 這個把它放大 普普藝術家 台森林可能要幫我找其他 要幫我照片不夠多到這樣 剩下的15分鐘 看有沒有最新的資料 我好像開錯檔案 好 我剛才講到那麼多 我再跟你們講一個故事 這是高級班才會講 我不曉得你們高級班聽得懂 因為他在找照片的過程當中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 我剛才講那麼多都是結嘛 最後來一個經濟結嘛 什麼叫經濟結嘛 算了 我再講那個 那台森林我回到那個經濟結碼 我最後那15分鐘 改講經濟結碼 講那個倒三角形的部分 你就不用找了 讓我按一下 我回到那個剛剛 它有那個經濟結碼圖嗎 我連這裡也找不到耶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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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怎麼到哪裡去了? 這個 美國說台灣民政府成立之後 有兩件事情不可以做 禁忌 第一個什麼? 宣布台灣獨立 對不對? 你說我站連的地方 你獨立什麼? 第二個 不可以走上共產主義 什麼叫共產主義? 新有資本主義代表共產 還是新有共產主義代表共產主義 當然新有資本主義 產生一大堆不公平的 才有共產主義 對不對? 好啦 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以後我會繼續慢慢講這個 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要先知道 我畫一個倒三角形 前面叫做RND RND就是 你們哪有煮水嗎? 你們才有沒有煮開水? 有啊 煮了以後 煮滾了以後 清煙 清煙這件事已經幾千年都在清煙 煮水一定清煙 但是偏偏只有幾個人把它變成 只有幾個人把它轉換成機器 叫做瓦特 對不對? 用正機機 方便內燃機 Compulsion 用這個來推動機器 對不對? 沒錯吧 做成火車嘛 砰砰砰砰 對不對? 那有一部分就來做機器 機器的話 可能要人上去講一下 這樣沒辦法上去 一直在搖 Technology 這個機器 機器製作出來以後 本來以前做一雙鞋 可能要一個人 頂多一天做一雙 可是機器做出來 一天可以做十幾雙 幾百雙 幾千雙 所以 從 對大自然的觀察 insight之後 產生power 做了科技 再用科技去製造產品 拿到市場上去賣 賣了以後 用一個貨幣機制 再把這個利潤回歸回來 有沒有人可以上去講一下 再把他回饋回來 這叫做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 這個資本主義 之後 資本主義很好 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Ignorance was overcome 過去 資本主義還沒發展以前 大部分都文盲 對吧 每個人自己種田 繳稅 交給國王 資本主義開始運作之後 開始有這些市場存在之後 我講一個比較直接 以前沒有網路的時候是怎麼樣 大家 教育不普及 對吧 有網路之後 每個人都可以上網 你要學東西很快 輸入也很快 本來只是用平常的電話線 有手機 手機你要學會輸入 你語言就增加很多了 對吧 所以文盲就慢慢減少 印度啊 落後國家都開始用iPhone 對不對 所以就 人類 現在大概是前所未有的 知識爆炸時間 你要知道任何知識 上網一查就都知道 對吧 所以Ignorance was overcome 然後Desease was killed 最近不是有EBORNR病毒嗎 過去如果這種病毒一出來 最少也死幾百萬人 對吧 但是現在很快就控制下來 為什麼 因為有些實驗室 老早就準備好在那邊 病毒一出來 他就研發新的東西 去對抗這個東西 你知道養一個實驗室要多少錢 少說上億耶 可能好幾億耶 實驗室裡面好像是器材設備耶 你要對付這種病毒的東西 老早就要做研究 可能研究了十年二十年耶 十年二十年這個實驗室怎麼去養 你要很多錢政府去養 對不對 在必要時突然它就產生作用 你不可以等到到時候發生 再來去研發來不及 那這些錢哪裡來 就是要透過這個 都市場上賺的錢 再去養一些理想未知的東西 等到人類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能解決 所以很多人類平均壽命就增加了 Deseal was killed Poverty was killed 現在已經沒有貧窮的人 貧窮的主要原因都是人禍 不是天然造成 是人禍 就是你捐錢給非洲國家 結果那個 愛秀台的那些人都給錢拿去 對不對 繼續去養人的佩生 被寄負 控制他的食物 但是這種原因造成 不是因為人類分貝不均 現在已經到處都可以把東西送去了 對不對 聯合國送東西都可以 所以Poverty was eradicated What was granted 現在戰爭形勢也在改變 到過去又沒辦法 以前殺人叫做無偏差 沒有選擇性的殺人 一殺老弱婦孺小朋友全部殺的 對不對 原子彈一下來一個城市都毀掉 現在沒有 現在只能對要殺的人去殺 對吧 以後戰爭就這樣啊 軍人只能殺軍人 軍人不能傷百姓 對吧 好像跟不知道 全不知道的人講 好 在資本主義運作的構成當中 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才能推動這個輪子轉 第一個 有錢人要買不完的好東西 對不對 資本主義運作要不斷的消費 你如果一旦停止消費 這個經濟就停了 停了大概就完蛋了 對不對 他要不斷的製造生產提供需要 刺激你的需求 才可以繼續 那意思就是說 最上面頂端 金字塔頂端的人 要有消費不完的好東西 你要不斷的製造給他 去滿足他 讓他不斷的買 對吧 你不可以尊敬 不可以省東西 你如果想起來 這櫃就倒掉了 然後下面的人 必須要有一個遊戲規則 讓他覺得 我只要努力 我就可以往上爬 對不對 如果下面的人不想往上爬 這個輪子也滾不起來 這輪子要有下上 這樣倒再倒起來 要知道嗎 要知道嗎 所以 如果要毀掉 這個賣給它 上面有錢人要覺得很空虛 不想買了 不好玩了 不玩了 那你做東西做給誰 那這個經濟就完蛋了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 下面的人覺得很滿足 下面的人沒養 不會餓到 你反正窮人都吃飽了 吃飽了他就不敢工作了 這個也倒不起來 對不對 所以共產主義要做這件事情 讓你有錢人覺得很 有罪惡感 讓你的窮人覺得要翻身 那是不是就等於毀掉 這個資本主義的系統 是啊 我要用很抽象的原因跟你們講 但是你要refer起來 你就慢慢想通整個運作 什麼是很重要 什麼是不重要 這樣知道嗎 任何讓這個輪子亂滾 過去 日本有一個東西叫做 下流社會 這本書跑出來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下流社會 上面叫下流社會 不是真的很下流那個社會 是說 日本有一群年輕人 他現在不太想工作 大概一個月打個零工就好了 就賺足夠的錢 住在家裡面 不是肯爸主 住在家裡面 自己有一點簡單的收入 上網就全部把電影看完 跟朋友就卡拉OK 吃飯就吃很簡單 7月就買便當 對不對 然後跟朋友出去玩 UNICROW打服服還不錯 也跟上流行 所有該有 要出去玩大家分配一下錢 沒有多少錢 日子就很好過了 可是呢 他要往社會階層 要往上爬 所以他付出代價很大 每天要8點起床 每天要到10點才下班 老闆又會罵你 你要往上爬 你要付出代價太大 以至於這些年輕人 拒絕努力了 所以就產生一群下流社會的人 沒有什麼鬥志 這樣就好 你記得 pretty good 不要再努力 這種人一多 就表示這個社會就完蛋了 所以日本經濟就會停滯下來 他就沒有競爭力了 所謂好的話 就是運作的順暢的話 suppose 人類的生活就一直往前走 可是一慢下來或太快都不好 不動更糟糕 我舉個例子 你們以後要當官員對不對 然後為了 就有一個法案來 有人提案說 為了節能減碳 所以以後我們的賣場的溫度 提高兩度好不好 好不好 我說 節能減碳啊 這樣好不好 以後賣場冷氣不要開 冷 比較燙一點 兩度好不好 不要多 不要多 往上提兩度 我跟你講 當然不好 你有沒有想過很多事情 提高兩度之後 就比我家還熱 我跑到那邊幹什麼 對不對 我跑去那邊 我乾脆整個禮物圈來 不用買東西 你不買東西 你製造我要賣給誰 你馬上那個經濟就緩慢下來 你在一方面節能減碳 一方面就回到這個社會 事情不是你說人事 那麼簡單 你做任一個官員的決策 就是牽一髮動全身 你如果沒有這種經濟觀念的話 你怎麼做你的決定 你的決定 根據什麼來下判斷 不是人家劃爽的 說我們節能頂 我們現在缺電啊 不要再有電 那就走下去了 走下去接下去 後續 半歲來的災難就來了 一個接著一個 那時候再來歡樂 現在要怎麼辦 再鼓勵繼續消費 笑耶 對不對 所以政府官員做決策 一定要想得很清楚啊 這是起碼的觀念 基本觀念 為什麼要跟你解釋這個 我們大部分在座有沒有學商的 一兩個 可是這個基本觀念有沒有 這經濟基本的原則 我有用很簡單的模式跟他講 因為講複雜打來都會獨顧啊 用一個簡單的模式去想去思考 我們是不斷的鼓勵 不斷的消費 有一個節奏 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就是這樣子啊 讓人類的運作是順暢的嘛 那有這個觀念存在的時候 那什麼東西就跑出來 什麼叫做貿易障礙就跑出來 貿易障礙是什麼 美國都說我們要克服貿易障礙 貿易障礙就是政府直接介入管理這個自由市場 或者資訊不夠透明啊 比如說我要買冷氣好了 你現在要買冷氣對不對 上網問到兩瓶半三瓶房間 我買一台冷氣 我買什麼冷氣 上網一打 OK有這麼多牌子 功能多少 價錢多少 對吧 資訊很透明嘛 我一查我選最好 最適合我的嘛 照理說是這樣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在資訊不透明的時候 我會做錯誤的選擇啊 做錯誤的選擇的結果是什麼 壞的商品賣得很好 好的商品賣得很爛 沒錯吧 大家都來殺價嘛 來比爛的嘛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就等於懲罰性的製造嘛 在這個製造過程當中 應該說我越做越好 我東西賣得越貴對不對 然後我得到更大的利潤 日本就是這樣啊 過去日本東西越做越好 可是賣不掉 中國東西越做越爛 可是大賣 這不對吧 那你在懲罰 模範生耶 那以後這個社會就被人倒過來走耶 所以什麼 中國是來遊戲規則破壞者 沒錯吧 他用政府的力量去subsidize 去補貼一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嘛 讓你有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讓本來好的產業 因為你這樣被打倒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要記住什麼 貿易障礙的懲罰條例 就是這樣子啊 你用政府的資源去做不合理的補助嘛 造成企業裡面不公平的競爭嘛 再來齁 好 最後講一個故事 以前 越戰有一個 退休的退伍軍人回到加州 不是 回到德州 他就帶一個大袋子 他回到家裡 他就把這個袋子拿出來 隔一天一大早發銀行 他就帶著放下來說 小姐 我要存錢 小姐說 請問先生你要存多少錢 我要存八千萬 那麼大 我可能不能處理 我叫經理出來 經理出來 先生聽說你要存八千萬 那很多 他說對啊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錢 他說好啊 拿給你 那都是手鈴 退伍軍人 都手鈴把錢包包拿去 經理拿去拿去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了 這是大富翁的錢 你知道大富翁嗎 玩具錢 玩具錢 你說要存八千萬 你不是開玩笑嗎 結果那個退伍軍人說 我沒有開玩笑啊 這個錢 在我在越南的俘虜營裡面 是真的拿來可以買紅酒 可以買古巴雪茄 真的可以買剃頭的 要愛誰有誰呢 可是這個經理也不是省油的燈喔 把它堵住回去說 只可惜你現在這個 古老爺已經關起來了 如果還開到那時候 我倒是會用一些美金 跟你換這個錢 進去裡面享受喔 那聽到有沒有 你們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以前1970幾年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錢也不算錢啊 你的錢沒有價值啊 你能夠那麼多也沒效啊 因為不通用嘛 過去中國缺的東西是什麼 跟蘇聯在那邊以物換物嘛 用火車這個運過去運過來嘛 因為他錢不是錢嘛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 鄧小雄就覺得 外面的世界越來越好 越來越想說 我們大概會吃毛裝 吃大鍋飯啊 過來一定會被人家消滅掉嘛 對吧 所以他就決定要開放 開放的時候 就好像有人要玩大富翁的錢 你不可以拿台幣去玩大富翁嘛 對不對 你一定拿裡面的錢嘛 人送你嘛 對不對 一開始兩千塊 一個人先拿兩千嘛 你先有裡面的錢 才可以開始玩嘛 對不對 沒錯嘛 對不對 他就送給你 所以一開始 中國人製造東西 沒人要買嘛 你毛裝腳踏車都沒有人要啊 所以美國要想辦法訓練你 成為資本主義有用的人 那個袋子待會兒再用好不好 我在上課先停止 讓我下完課再做這件事情 要不要影響到旁邊的人上課 我們既然上高級班 就是這樣上課方式 好 謝謝 然後 這打岔 我跟你講 當這個錢 當時候送給你的時候 所以大部分的西方國家 有大量的資金 技術 進來中國 尬你也要做 做解資本主義社會有用的人 對不對 你做的東西我才要嘛 都是你慢慢進入所謂的運作系統嘛 所以他錢 突然中國人不是很好的探集耶 是因為大量資金進來幫助你嘛 好 下一個問題 當你賺這麼多錢之後 你suppose 你應該把這些錢 拿去改變你們人民的生活水準 對不對 增加人民的知識水準 對不對 給他們好的教育 慢慢進入所謂的資本主義運作 可是不是耶 這錢拿來以後 繼續前置他人民的思想 對不對 控制他的網路嘛 對吧 沒有啦 繼續再用民族主義在那邊搞鬼嘛 到處去買原物料嘛 石油啦 武器啦 那是順便要銷牌的耶 對不對 然後你玩的遊戲規則 又到處仿冒 Copy 對不對 不按照遊戲 排理出牌 甚至於最後還要挑戰美金的地位 說以後用人民幣 要不要用美金 對不對 他不是來玩遊戲 他是來冰賭的嘛 那你怎麼會融解 所以過去幾年以後 他在挑戰日本啊 我們市場很大 我們挑戰老二 對吧 可是你是一個不聽話的老三啊 你不是一個守規矩的老三啊 你還不夠而進到這個位置啊 所以老大就會做事情啊 老大會說 我不會讓老三大到可以去欺負老二 所以以後日本經濟就會起來啊 中國經濟就會下去啊 很簡單嘛 老大一定會做這件事情嘛 我這三年前講的啊 預測經濟發展就是這個方向啊 那中國就是 你看 拿去哪個武器 要挑戰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準備要害怕的嘛 那你是來亂的啊 你不是來幫忙的嘛 那我們資本主義 絕對不會接受這種 叫Barbarian 就是野蠻人進來嘛 所以他保護這遊戲規則嘛 那中國繼續玩他的遊戲規則嘛 那中國繼續玩他的遊戲規則